哈囉大家好我是偉恩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第二隻泰坦德魯伊 沒錯啦拖了兩個月 我真的是不懂耶 我們已經落後版本落後那麼多了 你一隻泰坦還要再拖個兩個月才要開 我真的是不太懂 唉隨便啦反正 好消息嘛至少開了嘛對不對 好啦現在開了第二隻泰坦德魯伊之後呢 好吧 還是一樣還是一樣老話我們來談談 前一隻泰坦吧銀河提督 提督我到現階段 裝備目前我也只有刷滿一件而已 因為我還是在努力把其他角色拉上來 所以我比較沒有去動21張 我目前就打滿一件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一星的提督裝備最高就吃到20等 五星的提督可以吃到60等 嗯我記得是這樣 後來去查過資料是這樣 就是每家一星裝備都開放10等 所以提督的 所以你這個就會知道 為什麼泰坦的星數跟強度是成正比的 尤其是像提督這種需要前排硬戰場的 好啦反正 體督現在我的 魂石量也差不多過半了 好消息好消息 還可以還可以 那我們先來看看德魯伊吧 德魯伊的部分 恩 德魯伊因我犯錯兩件事 所以我的魂石真的是有點少的可憐 第一是 我當時候一開始沒有去刷 恩 我一開始沒有去刷 我後來才開始刷的 所以進度就有點落後了 第二件事是 最近的那個 消耗鑽石送魂石 結果我在12點前 抽了 我就看到有十項鬼 我就好開心 我就把十項鬼抽起來了 結果12點過後 消耗一萬鑽送 欸 送多少 我記得是190顆吧 我看一下 那個活動 那個該死的活動 恩 這個 消耗一萬鑽可以拿到 110顆 110顆的德魯伊 然後就這麼跟我 差了幾個小時 就這樣擦身而過了 我真的是氣死 真的是 那個晚上氣到 差點睡不著覺 真的是差點睡不著覺 好啦 反正 我們來看看 當初我說 恩 一星就可以上場 德魯伊是怎麼樣的泰坦吧 然後為什麼他一星就可以上場呢 畢竟他是隻後排 所以真的 真的傷害 你的數據夠高就好了 你的本身數據夠高就好了 所以 而且你又比較沒有戰場的困擾 我們先來看看德魯伊的數據 他的數據比提督還要再誇張 真的是還要再誇張 智力成場高達14 14 再加上我的額外屬性到20了 這到底是什麼亂七八糟的角色 真的是亂七八糟啊 高達4000的智力 老天啊 然後這時候你們就會看到 其實 德魯伊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他的 屬性欄有點長 為什麼他屬性欄有點長 正常的角色 正常的角色 英雄屬性 拉到頂端的時候 差不多屬性就沒了 但是德魯伊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屬性 首先呢 德魯伊你們會看到 很奇妙的 他有兩件 恩 突然覺得 好像 順序有點搞錯了 好啦 隨便啦 反正 你們先看一下 德魯伊他有一些 很奇妙的 法師不該有的屬性 恩 什麼誤穿啊 什麼誤報啊 什麼治療 誤 不是治療等級 那個法師會該有 然後什麼檢控啊 你們就會覺得奇怪 這些不是平常是在一些物理角色身上才會看到的嗎 真的很怪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這麼 唉呦 對不起按道 為什麼會有一個這麼怪的現象 那是因為 他的這隻小熊的機制 好 先記住這點 我們待會再來看 我們先看他光環 很明顯嘛 他是這隻女髮神 恩 我女髮神還有個洞 是誰啊 然後他是個野人 狼人的光環 然後野獸 獸王的光環 叢林系 騎乘系 女性 還有法葬系 哇 他的光環有點多啊 有點多啊 直逼月旗 天啊 直逼月旗跟小白耶 好啦 其實這幾個光環現在都不是很能用啦 我們就看看就好了 然後呢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技能 我們先看他比較重點的那一招 自然成長 德魯伊進入戰場 並召喚小熊 就是 反正他會騎著一隻啊 還有另外一隻冒出來 然後小熊的技能跟普攻呢 都可以根據自身的物理攻擊 為德魯伊回復能量 然後每次使用該技能 德魯伊就可以令小熊成長 提升小熊生命值力量跟攻防屬性 最多5階 然後小熊死掉之後 會在原地緩慢療傷 數秒後生命值完成 完全回復就會返回戰場 呃 我有去網路上看過的數據啊 那個 數秒後是10秒 然後 我個點了 我把技能個點了一點 讓大家看看 為什麼 剛剛 德魯伊身上會有這麼奇怪的屬性 你們可以看到 小熊每一階屬性成長0.18% 好這不是重點 小熊繼承德魯伊0.9%的屬性 0.9% 怎麼意思呢 假設德魯伊有100的物攻 那小熊就會得到0.9的物攻 然後小熊 他是個 你們看喔 他是講 提升小熊階段可以提升生命值力量跟攻防 所以其實很明顯的小熊是一隻力量型的 力量型的角色 然後要怎麼 我為什麼會說他是一隻力量型的角色呢 各位請看一下 請看一下 我剛剛一直被打死 然後打到黑人問號的一個永生夢境 來 聖靈守護 我剛剛打聖靈守護 用德魯伊然後翻船了好幾次 我想 奇怪我不是帶五隻拳頭自力系 為什麼我被炸一下全對全滅 因為德魯伊的小熊是力量系的 你敢信 德魯伊的小熊他是算力量系的喔 所以他要是指定小熊炸下去 你的五隻會全死喔 真的是很令人傻眼 反正就是 剛剛德魯伊那些奇奇怪怪的物理屬性 其實就是為了增強他的小熊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德魯伊雖然身為一隻法師 可是他有一件敏捷裝 對 然後還有這一件也是敏捷裝 真的很奇妙的東西 真的很奇妙 然後 目前 因為之前我說泰坦裝備不用急著刷嘛 反正都只有一隻要用嘛 現在有第二隻泰坦出來了 那我們就看一下 畫面中有看到 上面四件就是 德魯伊梅跟泰坦梅跟提督重複的裝備 下面兩件有重複 然後根據我去查過的資料 這一件 飛夜踏雪 幾乎每隻泰坦都要 所以 你知道的 這件裝備好好留著 而且 其實 在之後的兩隻 射手跟 以太射手跟那個 晨曦之心 好像都是敏捷系的 所以 肯定這一件應該也是不會少 所以 飛夜踏雪 反正有人 有那些 就是那個 打過混沌之塔的那個裝備箱 能選的話就盡量選 飛夜踏雪 選起來放吧 反正以後會大量用到 然後看完了 德魯伊最重要的技能之後呢 我們來看他的大絕吧 德魯伊 他的大絕就是一個全畫面的 爆炸的招式 跟那個劇毒那一招 看起來很像 然後呢 反正就爆炸嘛 然後爆炸的時候呢 如果對手被他的 第四招 巨藤纏繞的 大地之怒的巨藤纏繞 他們會陷入睡眠 然後受到更多傷害 然後在此期間 降低物抗摩抗 然後睡眠期間 由德魯伊之力決定 生命之力會 還會讓小熊狂暴化 獲得兩倍攻擊力 就是 反正 如果德魯伊 開大的時候 他的大地之怒的 藤蔓有綁著人 那 那些人就會被 降抗 嗯 那些人就會降抗性 然後睡眠 沒錯啦 而且他是個全畫面的大 所以表示 你只要技能有持續著 你只要技能有放到 那就一定會炸到 然後 基本上 德魯伊的大地之怒 那招綁著 還綁滿久的 所以 大絕炸下去 其實是很容易炸到的 然後根據智力 讓小熊狂暴化 就是 讓小熊攻擊力提升啊 嗯 就這樣 呵呵呵 就是讓攻擊力提升而已 嗯 就是招半打半斧的招式啦 啊所以 所以其實 這樣看來 德魯伊 比較重要的就是 反而 比較重要的是 如何讓他的小招 快速輪轉 啊 招式還沒說完 我們 慢慢看 他的第三招 進化之力 小熊如果成長到三階 就會獲得技能 嗜血 場上的英雄呢 受到傷害 沒滿 欸 4個0 1萬 受到傷害滿1萬 小熊提升4%的誤傷 最多提升到400% 就是4倍 然後成長到5階後呢 獲得主動技能 自然怒吼 小熊釋放咆哮 對全體敵人造成傷害 並令其膽怯 然後 霧魔傷害都減少25% 然後同時 令隊友獲得穩固 被擊飛距離減半 嗯 穩固 被擊飛距離減半 這好像是某魂俠的技能 好像是白蛇什麼來著的 反正那個 穩固這個東西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有跟沒有其實差不多啦 主要是 小熊三階之後 可以開始 根據 場上英雄 他沒有說是我軍還是敵方 所以是敵我都可以 只要承受1萬傷害 那他就可以提升4%的物攻 不過 要提升到400% 基本上有點實人說夢 要場上英雄受到400萬的傷害 咦 其實打夢境好像有機會 嗯 打夢境好像有機會 不過今天這個 這隻夢境不能用 會被小熊害死 真的是 然後 自然怒吼這一招就是 降傷 4分之1 嗯 還蠻不錯用的 可是 他要小熊長到5階 小熊長到5階 可能有點久了啦 可能已經殘局階段了啦 所以這個 反正德魯伊就是要讓他的小招快速輪轉 然後讓他的 因為其實你會看到 德魯伊他本身他只會放這一招 大地之怒 是他本身的招式 自然成長是針對小熊 進化之力也是針對小熊 所以他本身只有大地之怒跟 萬物附輸這兩招大 這兩招而已 一招小招一招大招 嗯 然後呢 就 其實 因為 該怎麼說 小熊的成長 小熊的成長 小招的釋放關係到小熊的成長 小熊的成長 關係到德魯伊整體的傷害 還有德魯伊的生存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小熊是可以幫德魯伊分開一半傷害的 然後你可以看到 德魯伊他本身並沒有什麼 保命技能 應該也不是說沒有什麼保護技能 就是根本沒有保命技能 所以身為一隻後排 遇到一些切入系的 他還是會怕的 但是 當有人幫他抬一半傷害之後 其實應該就 還比較過得去 應該啦 我不曉得 沒有實測過 嗯 然後最後看 德魯伊唯伊會釋放的 大地之怒 召喚聚成殘繞的敵方角色 在一定時間內呢 殘繞的敵方角色 持續損失生命值 然後這些損失的生命值 會被灌注到小熊體內 反正 綁到一個 就 痘痘傷害645 然後小熊就 每秒回645滴血 所以其實 德魯伊這隻英雄呢 他 主要就還是 靠這隻小熊 在輸出的 啊所以 就像我前面一直提到 但我一直自己打斷的 小熊的輪轉很重要 然後一講到小熊的輪轉很重要 那這時候 我們就會想到 好像有個東西叫寵物 然後好像有隻寵物可以幫助小熊輪轉 嗯 沒錯 就是艾比 我們看一下 德魯伊的部分 我 其實我自己看過他技能組 還有去查過資料之後 嗯 他真的 這個 盡量 可以的話 就給他艾比吧 艾比會很有效的幫助 很有效的幫助那個 德魯伊的小招輪轉 嗯 是這一招 艾比歡樂曲 然後 當主人釋放大招的時候 大幅減少主人所有技能的冷卻時間 並進行緩慢回血 雖然 一場只能放一次 但是當德魯伊開出第一次大之後 如果 可以更快速的輪轉 讓小熊 輪轉小招讓小熊快速成長的話 那德魯伊的傷害會再更上去 然後 呢 好 德魯伊的介紹差不多到這裡 我們看一下 他的技能施放順序 還是 找那個 那個良坦的那一隻 嘿 感謝麥香哥 嘿咻 嘿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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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找個全人家德魯伊 然後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 開場 叫小熊 然後 普威 然後小熊進化 二階小熊 然後 綁 然後 進化小熊三階了 普威 然後 進化小熊四階了 其實他的小熊進化的還蠻快的啦 然後 綁 然後開大絕 這時候大家就看到 爆掉 然後 護甲降低 大家有沒有看到 他們會看 敵人的頭上剛剛爆掉那瞬間 護甲降低之後他們沉睡 然後小熊獲得一個攻擊力上升 然後這時候就一直 欸一直欸 嗯 好啦其實 德魯伊的 行為模式 真的蠻單調的 小熊成長到五階滿之後 就像這樣 腳下冒著綠光 然後頭上也是那個綠徽章的時候 那就是他已經長成五階了 然後他就會獲得這個咆哮的技能 所以其實 整體來講 硬要說 德魯伊 是有 五招技能的 因為有這個咆哮 降攻 這招降攻 就像我剛剛說的 四分之一 其實是 蠻強的啦 然後大家也看到這個藤蔓纏繞的時間 因為藤蔓纏繞的存在時間 有點長到誇張 所以基本上你大開下去的時候 一定都會觸發到藤蔓纏繞的那個睡眠 睡眠buff 睡眠跟降抗的那個debuff啊 不是buff 所以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德魯伊的傷害 在一心表現 就還算不錯了 而且 小熊是可以幫幫坦桑的 然後外加他也是可以幫助 德魯伊的生存的 然後呢 好了 吹捧了這麼多 講了這麼多 我們該來講講他的缺點了 德魯伊的缺點是什麼呢 其實很簡單 就像我說的 有一隻魂俠出現之後 後排幾乎全部消失了 那 那相對的 德魯伊也是隻後排 啊我說過了 一星的泰坦 粉一星的泰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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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就 跟五星的角色 差不了太多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在一些比較熱門的後排角色來講 一些比較熱門的後排角色來講 嗯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 比較怕切的角色 喔 其實艾雪拉比較不怕切啦我覺得 大家可以看到喔 其實 德魯伊的站位是蠻靠後排的 而且 其實我擺在後面的 玉母蜘蛛跟白蛇 在進攻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上場 比較不會看到他們兩個是 在站在進攻方的 所以 其實 在進攻的情況下 德魯伊常常會落在最後一位 冰龍也比較不會拿他去進攻啦 所以當 德魯伊落在最後一位的情況下 那勢必貓人踢上來 踢的就是德魯伊 那 在一隻 一隻五星法師被德魯伊踢 一隻五星法師被貓人踢的情況下 他還是要乖乖被貓人收掉的 說認真 他還是要乖乖被貓人收掉的 不然我們找個有貓人的隊伍 然後帶著我們德魯伊去送個頭吧 Let me see 我找找看有沒有貓人 哇 惡心的德魯伊呢 好 找到了 這隻隊伍有貓人 嗯 我看看要怎樣才能贏 然後順便 展示給大家看看送頭的 送頭的德魯伊 Let me see see 欸 這場不帶貓人 好像有點虧 血魔女超人 貓人三選二 好吧 帶這樣好了 欸不對不對 血魔在哪 帶這樣 好 大家待會可以看到 我們的德魯伊開場 就會被綁 然後你看小熊叫不出來 小熊這時候叫不出來 然後這時候才被叫 鬆綁之後才被叫出來 這時候他已經 進場其實已經慢了 他進場的時間已經被拖到 20秒 1分20的部分 而且 1分20 他一直被拖到1分14之後 才開了第一招 然後德魯伊就不曉得被綁哪去了 欸我的德魯伊去哪了 雖然這時候的小熊已經有進化 欸 這是一階還二階 反正我們的小熊 雖然這時候已經順利計劃 但是大家這時候也可以看到 德魯伊的血量已經殘到一個不能再殘的 雖然閃電已經先走一步了 然後這時候 對面一個噴血磨大 然後我的後排就被收光了 這是比較尷尬的部分 德魯伊還是很怕被貓人切的 嗯 但是這個狀況其實 如果你帶的是人馬 你的隊伍裡頭有人馬 其實可以很 很有效的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可以的話 看到對面有貓人 還是盡量不要上德魯伊啦 我 以一星德魯伊的部分來講啦 他還是比較怕貓人這種切入型的角色的 然後畢竟 畢竟你還是要 你還是要時間去成長你的小熊 所以如果你被貓人拖住時間的話 那你的小熊成長就會比較低落 然後這場可以看到 我們 好啦 對方打出一個很爆炸的傷害 可是還是輸了啦 嗯 然後這場可以看到其實 為什麼我的貓人 為什麼我的貓人跟閃電俠在打醬油啊 德魯伊還是硬生生打出十萬點的傷害 因為畢竟 畢竟德魯伊 我們再重重看一次這一波 你看嘛 開場就會綁住了 然後一直被綁到1分20秒才丟 喔他這裡已經讓小熊變二階了 然後這裡還一直綁著綁著綁著 然後 綁藤蔓 然後要丟 喔他那罐小熊有丟出去 然後就被綁出去 這是三階小熊了 這已經三階小熊 他開始吸場上的那個什麼 承受一萬傷害 然後攻擊提升 這個 這個大好像 還沒控 有控到幾個 有控到幾個人 但是 血膜沒控到 血膜沒控到 然後就被反開一個大擾 就 就都去了 但是我們這場的貓人也是有做到 他該做的就是把對面兩個 後排的法師處理掉 那在這個二打一的情況下 其實就比較沒有什麼懸念了 更何況我方的 我方的血膜是有造型的 也不是有造型啦 有皮膚的啦 有皮膚的血膜應該不至於會打出沒皮膚的啦 而且又是二打一 其實真的毫無懸念 妥妥的 結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 其實德魯伊是 泰坦應該是有 不被打斷的 放棄不被打斷的機制 他剛剛明明 罐子舉起來的時候 就被貓人抓走了 然後還是把罐子丟出去的 真的很流氓耶 啊 講到這個 我突然想起一隻角色了 這隻角色我真的是 想要對他吐口水耶 受不了耶 不是說 你前面 你前面DC賣得好 我後面就一定要照單全收耶 但是 我記得沒錯 如果七隻DC都有 好像可以拿一個頭像 還是徽章的樣子呢 我怎麼辦呢 我要不要照單全收呢 想必講到這裡 大家應該也知道我在講誰了 沒錯 就是水行俠 其實 你會默默的發現 前面的幾隻DC 都會放招的時候 或者是某些招式在施放的時候 他是有無 無法指定 而且無敵的狀態 Butter 最該死的就是個Butter 水行俠沒有 他沒有這種招式 所以導致他的放招 常常被打斷 那常常被打斷的情況下 他的輸出就沒有 沒有辦法 如預期的那麼好 表面上看起來不錯 想起來 也不錯 用起來一直被打斷 嗯就是這樣 表面上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 一直被打斷的情況下 其實 海王水行俠的傷害 真的 比較沒有那麼的優秀 競技場 可能就比較沒有他的份了 但是傳奇還是可以用啦 巔峰還是可以用啦 畢竟 現在巔峰還是有很多 屬於比較 臭術的角色 然後 我真的搞不太懂 海王怎麼用之後 我有去 深度的爬了一下資料 有一個什麼海王 然後帶四後排的 嗯 可是海王會突進耶 水行俠他會突進 那帶個四後排 那到時候四後排不就要送了 那我其實不太清楚他怎麼用啦 反正就是 水行俠這隻角色 我覺得在DC 以 這六隻DC裡面來講 我甚至覺得他甚至比 鋼骨還更差勁 比鋼骨還更差勁 我覺得 比鋼骨還更差勁啦 希望 最後那隻綠燈俠 不要這樣 但是其實 我已經有 默默的 瞄到了綠燈俠的評價 好像 跟 水行俠差不多 是被嫌棄 而且 水行俠是被嫌棄 綠燈是已經被吐口水了 綠燈是已經被吐口水了 我不曉得綠燈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會被吐口水 甚至還有人說 沒關係啦 買綠燈俠就是為了那個徽章啦 你真的有點悲情 買一隻腳色居然是為了 那個徽章 好吧 綠燈俠真有這麼悲情嗎 我們到時候再看看 然後 如果沒有意外 如果沒有意外 根據光譜的尿性 下個月會出綠燈俠 就是11月底 然後12月底的時候 可能我們才能看到以太色的時候 所以以台版目前進度來講 算是放得非常非常非常的緩慢 然後 所以現在放得非常緩慢的情況下 呃 無課或者是小課玩家 在培養泰坦的方面 就比較有餘裕 不會說 呃 就是剛出的時候 你可能會被土豪屌打而已 然後後面你可以慢慢追上 我覺得這個環境 比 相比路板一個月一直太大來講 相比 相比之下 比較健康一點點 呃 太坦星數升不上去 然後你有一堆太坦裝備 但是也不能用 因為 很現實的就是 一星只能20等 五星才能60等 裝備 裝備方面 所以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 還是要加減從這裡 從這裡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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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披薩這邊 來獲得 提督跟 提督跟 德魯伊的靈魂石 現階段我比較推薦使用的 會是德魯伊啦 嗯 德魯伊我比較推薦 提督 嗯 我還是看不太懂他 提督我還是看不太懂 雖然說現在已經有 蠻多二星提督了 不過 蠻多二星提督的情況下 我也跟二星提督交過手 但是 呃不是在那個遠征 是在競技場交過手 但是 二星提督在競技場 交過手之後 給我的感覺就是 嗯 很魯曉 嗯 很魯曉 呃啊 可是 我打一星提督的感覺也是 嗯 很魯曉 不是啊 既然都一樣魯曉 那我幹嘛要急著把他上二星啊 對啊 所以 目前我覺得 二星提督的部分 就還好 但是 反觀德魯伊的部分 其實 給的 給的輸出 還蠻算 蠻足夠的 給的控制 也很 也很麻煩 他這個大帝之怒 是限制位移 不過其實我剛剛就在思考一點了 血魔的大爵士 敵人位移會 會打神 會打神聖傷害 然後德魯伊 限制位移 這兩隻角色相性上 好像有那麼一點不合 我剛剛怎麼把他抽在一起 真是怪 啊之後血魔還是跟女超人 湊一起好了 急飛遠一點 然後人家走回來說 流血是死 還是不要把他跟德魯伊 綁一起好了 剛剛認真思考一下 剛剛那一隊好像 真的有點奇怪 好啦 以上大概就是我今天 德魯伊的介紹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請在下面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我 我是維恩 我們下期再會 掰掰